各位星島電視的觀眾 你們好 我是全網 分子料理其實就是一種很特別的烹調手法 它顛覆了傳統的廚藝 透過時間、溫度的掌控 令食材起了化學變化 重新解構、重組 這樣就創造出全新的風味和口感 於是辣味飯就變成一塊雪糕 梅菜溝肉就變成一杯Mousse 令人充滿驚奇 舉個例子 像是辣味飯一樣 大家都熟悉的 但廚師會用科學分析法 將辣肉、辣腸這些最精華的香氣和風味 抽取出來 變成濃縮的汁液 然後就跟雪糕的原料融合在一起 冷凍之後就變成口感冰涼的辣味飯 但這塊像雪糕一樣的辣味飯 濃滑綿密 這種口感實在太奇妙了 這塊像雪糕一樣的辣味 我的想法最重要是創意 拿一條東西創意它 有一條舊信變成新信 其實有些人說會用很多魔術 用很多科學 用很多科學 用很多新的技巧 來改造成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其實 這些東西都不是新的 但是現在 很多分子錄裏的那些 都拿很舊 我們中國的原理的 所以我們 這麼容易 可以用中菜 立刻做分子錄裏 我的靈感 其實最重要的是拿中菜 就是這麼多 但你可以說是顛覆了傳統的中菜 一來就是西式Fusion 那種逢客的方法 另外還是 好像剛才說過 很特別 很創意的菜式 那你其實是怎樣去 最初怎樣令你學 這種分子料理 不是傳統的中菜 我想我一向 我都不是主持出生的 我是工程師出生的 所以我想 就不是說 學 怎樣由中 傳統的 或者中國 即沒有傳統的那種框花 我都沒有那個 開始在那裡 所以我想 就要這樣 所以我或者很快 可以接受到 新的分子錄裏 那個定年 那為什麼你無端端 會中途出家 會學廚的呢 就是有 這個我想是興趣的 興趣的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很喜歡 喜歡吃東西 很喜歡吃東西 很喜歡煮東西 所以剛剛有個機會 有間餐廳 需要一個人在那裡打理 需要一個人在那裡打理 所以 很幸運 吃東西最重要是好吃 對 最重要是好吃 對 最重要是好吃 新式舊式 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吃 我覺得 有很多人說 只要來一個表演 有很多人說 都不是很實際 有很多人說 也都說不是很好吃 或者是傳統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煮的菜 不是分子料理 我就叫做 Extreme Chinese 有分子料理的成份 但不是100%的成份 在那裡 創意 一定要有少許特色 跟原本說 所以有少許特色 也都希望那碟好吃 人家就會有很大的驚喜 可以看到 你推廣一句 新東西給人 貴不貴 都是不會容易的 所以我想 一人接不接受 你要等他 要看他 你要好奇心 如果你是好奇 喜歡的 我想 那個價錢 不是一個大問題 要看得到 現在的壓力 一定有少許 因為我只有兩星 我現在有壓力 拿三星 他就是拿三星 如果我拿到三星之後 如果 我還會有一個壓力 保持三星 我想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有壓力 我想 拿到星之後 再拿星 那些一定有壓力 會不會大 要提人 我覺得 是有 我覺得 可以說大 可以說不大 但最重要 我覺得 最大的壓力 就是 做到一些東西 適合 所以多些人 會來我餐廳 我應該開了 那有可能 今年或者 會在 中國那邊 會開 亦我都開了幾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 我想 我的計劃 還有 很多 不同的 餐廳 不同的 款式的菜 會做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是 那你開頭 會打算是北京上海的大城市 現在 還未 可以說出 那 肯定當然是大城市 秘密 在籌備 是的 今天非常多謝 廚摸 Alvin 跟大家介紹過 分子料理 一種比較新的 中式 用中式的方法 去做分子料理 比較新的創新 很多謝你接受我們 升到中文電台 和升到電視的訪問 多謝你 多謝 小吳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